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年半后就分手了 在视频中 邓翠文罪报因为在破碎家庭长大 当时的他对爱情一无所知 只是以为迷恋就是爱 他还惨诚直到三十多岁才从头想起自己前面的爱情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问到万子良比他大多少岁时 邓翠文说是九岁 他表示当时会喜欢万子良是因为他很像一个父亲 也很像一个老师 他认为万子良曾经很宠达 但分手势远分问题 宠不能过一辈子 这段视频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 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邓翠文的成长经历和对爱情的看法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